如果循度是更新的方式來處理的話 該適用有什麼樣的獎勵 其實就會有適用什麼樣的獎勵 你來看一下 請 那一塊那麼小一塊 這麼大一塊的土地裡面 就剩下那一塊 你要知道會百分之四十點五合理嗎 就連一元這麼多都在 你自己看一看 以後綠地拓展到那一塊 那一塊就變土地了 四十點五的 那為什麼要弄出來那個特賽來改建築呢 跟您報告 但四十點五的部分不是台北市政府要求 是中央的保護要求 但是現在那一塊的這個發展裡面 是不是把它併進去 它是一個合理化的要求 但是它必須要有土地所有權的同意 所以我現在我是覺得說 今天也有議員在 那一塊土地 剩下那一小塊變成四公園區 我認為是可以併在一起做討論的 所以我建議里長呢 是就我們那一區的所有的那個就是住戶的話 我們必須要聯組 做一些動作是實質上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已經是在 我們住在那邊已經三十年了 你們這些討論的 是都還沒有搬進來的人 都還沒有搬進來的人 這是對我們來講 是有權益上受贈的問題 你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併進去被討論 我認為是合理的 所以我要求說 里長這邊 現在大家這麼多人 你可以做會議紀錄 我們要再另外開一個會 屬於我們那個工業區塊的人 我們要聯組 我們有些什麼樣的要求 也不是說像這一次 現在這個問題是因為上一次開會 我們臨時在那邊的住民 臨時知道 你們現在這一塊要 變成這麼大的一個發展區 我們也是剛剛才被知道的 對不對 所以說我覺得 應該要被納進去做討論 還有我們 我建議是里長這邊可以 我們那邊要做一個聯組 你們有什麼樣的意見 把它寫下來 這麼小一塊 這叫我們回饋百分之四十點五 這叫我們回饋百分之四十點五 這行得一個 一份一份的意思 你們在說